我們就要來先關注一下社會焦點了 就發生在6號晚間 台北地下街有一起衝突事件 一對外國男女買這個SUSI 後來就發現說 這個身上的現金不太夠 但是這個壽司店的老闆 是沒有辦法接受刷卡的 結果雙方爆發了這樣子的糾紛 一路從店內吵到店外 其中證明外國男子情緒真的很失控 還爆粗口 甚至連同行的外國女子 都被他推倒在地 外籍男子情緒失控 不斷大爆粗口外 甚至將身旁女子推倒在地 接著黎明女子追上前 雙方又發生肢體碰撞 男子頂了上去 又說對方碰到他 雙方僵持不下 一旁援警保全試圖緩家 但男子火氣正大 誰都攔不住 男子在捷運站大吼大叫 情緒完全失控 而衝突地點就位在台北地下街 當時雙方爆發口角 讓搭車民眾全都看傻 男生進來的時候 男生的口氣跟音量非常大 我聽到的是 好像是為什麼他不收他的卡 可是我不知道是什麼卡 原來6號晚間9點多 一對外籍男女想買壽司 但身上現金不夠 店家也無法使用信用卡消費 雙方便起了消費糾紛 一路從店內吵到店外 當時店長為了等警方到場離親 不讓男子離開 想不到卻讓男子更加暴躁 過程中還一度被男子推倒在地 台北車站人來人往 這和外國男子標馬動手 不只驚動民眾 也讓壽司店店長掛彩 目前店長已經準備驗商提告 無端承擔顧客情緒 這口氣恐怕吞不下去 這林傳有桃 台北參謀報導 好 我們來看到的是高雄 輕軌美術館鑑 有民眾在遛狗 但是發生了意外 這小狗狗呢 就對著一對騎腳踏車的男女 廢了兩聲 結果男子氣急敗壞 還掏出了一把短刀 甚至出言羞辱 四主還有路人 那麼路人立刻報警 亮刀男子立刻就離開了 但是警方沿途調約監視器 發現這名男子來自桃園 但為何要突然亮刀 已經通知他道案說明 就是這兩聲狗肺 讓騎車這對男女嚇到 男子居然抽出一把短刀 大聲叫囂 狗是誰的 主人立刻拉住狗狗 男子還是不肯罷休 如果民眾看不下去 上前制止 雙方發生糾紛的地點 就在高雄輕軌美術館站 立體停車場三樓 兩刀男子跟女性朋友 騎腳踏車經過被狗廢了兩聲 引發口角衝突 豬帶大的 你還沒說什麼 太離譜啦 這個輕軌通 換官司來啦 對這個環境比較不了解啦 違法加危險 我應該會報警 民眾報警之後 警方調約監視器 發現他們一路 從停車場步行回家 已經通知男子刀案說明 遭到辱罵的民眾 也堅持要提告 目前就等家住桃園的 男子刀案說明 警方表明隨身帶刀 乘羅威嚇武器 沒正當理由 都能依法開罰 記得楊氏武 林智慧 高雄報導 好 來看到 是在高雄古山區 凌晨一點多 發生飛車追逐 一輛轎車 這名駕駛打電話報警 說被仇家追殺 這兩輛車追著他 最後逃到大型停車場 躲在客運的車子裡頭 警方到場 原來他們是惡人先告狀 這個租用權利車 與其不還 電話也不接 因此車行才自力救濟 追人逃車 凌晨一點多 銀色轎車從小巷弄高速 串出衝到大馬路上 油門用力踩下去 後方休旅車 乘客攔車失敗 接著跳上車 跟另一輛黑色轎車 沿路跨區狂追 轎車駕駛打電話報警 警方貨報趕到三明區 一處大型停車場 發現轎車駕駛和乘客 兩男一女躲在客運車上 不敢下來 他們控訴被仇家追殺 嚇壞了 警方一查車牌 發現不對勁 原來報案的 竟然是二人先告狀 他們租權利車 預期一個多月都不還車 電話也不接人間蒸發 車行自力救濟 追車找人 侵占全力車到處趴趴走 還二人先告狀 謊稱被追殺 警方通知車行把車令回 再把涉案駕駛 依照侵占罪嫌 喊送罰辦 介紹職員王書航高雄報導 好 先來插播最新消息 是台中發生公安意外 就在台中東區 有一棟新建的大樓 今天早上的10點多 傳出有工人墜落事件 這名工人從工地的B1 墜落到B2的樓層 而警銷貨報後 工人已經是沒有議事了 那麼警方也是通報了 勞檢單位 要釐清這名工人墜樓的原因 稍後會有插播最新的報導 那麼同樣是發生在台中東區 有這個路口 叫車駕駛闖紅燈 結果撞上了直行的機車騎士 而這騎士很倒霉 連人帶車飛了出去20公尺 害對方骨盆骨折 必須要送醫 而在彰化路港 也有一輛清潔車 撞上路邊停在白線內的鄉行車 這車上載滿身材工具 但是這麼一撞全毀了 車主跟他的合夥人 一起合夥在早市賣服事 損失破百萬元 但公所的保險金 最高居然只能夠理賠30萬 銀色轎車直行 撞飛機車 向前滑行20公尺 零件碎片瞬間噴飛 滿地都是 聽到誰而已 但是聽到我 現在才看人家倒在中了 女駕駛穿著短裙 床下大禍 第一時間馬上下車 慌張的走到路口查看 也打電話叫救護車 40歲的機車男騎士 重重摔在地上 全身擦傷 骨盆骨折 整個人動彈不得 被固定上單架 鬆衣治療 台中東區的驚悚車禍 發生在仁河路跟台中路口 6號下午2點多 機車轎車都是執行 但27歲女駕駛好像很趕時間 竟然闖紅燈撞機車車毀人傷 另外這張畫也有誇張意外 一台清潔隊回收車疑似駕駛 沒注意車前狀況 撞上路邊的箱型車 嚴重迴損 接近保費 換成我們自己是消費者 你去買一個車或事故的 雖然說他說有清理乾淨 可是你回去買回去 你衣服裡面有玻璃碎片的話 這樣子是要算保險公司的 還是要算我們業者的 車主是早逝的福士攤業者 他說損失恐怕破百萬 但跟公所協調後 保額最高恐怕只有30萬元 後續還要再溝通 希望拿回贏得賠償 記者陳水維陳光臉雲杰 台經帳話綜合報導 我們來看看這個畫面 這個在澎湖有不肖的漁犯跟漁民 在進捕期間偷偷捕撈暴卵母蟹 並且捕撈上來還把蟹卵拔除丟掉 好 漁木混豬當成一般的螃蟹在賣 有民眾發現這個水溝蓋上面 通通都是蟹卵真的很心疼 痛批他們太可惡了 這邊 這邊 還有這邊 通通都有 水溝蓋上到處都是被隨意丟棄的蟹卵 現在明明是進捕暴染母蟹的期間 但澎湖的漁市場 居然有漁犯將暴染母蟹的卵拔除後 漁木混豬當成一般螃蟹販售 為保育海洋資源 農委會規定每年8月到12月 禁止捕撈暴染母蟹 好讓螃蟹繁殖 有這個政策之後其實常常會看到 但昨天的那個量是最多的一次 但還是有不肖漁民漁犯違規財補販售 農漁局除了加強取締之外 還提供檢舉獎金 如果能有檢舉到相關的人 船或者是攤販 也可以直接提供給我們 那麼我們也會有相對應的檢舉獎金 暴染母蟹漏植偏瘦 在地人幾乎不吃 不肖漁民鑽漏洞違法捕撈 不僅出法 也讓暴染母蟹難以繁衍下一代 嚴重破壞海洋生態 記者閻玉倫王毅的澎湖報導 經常這晚上啦 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你們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